还入选过国家代表队 大学毕业之后 转往饶舌音乐创作 没有想到涉嫌 稀释贩卖大麻被警方查获 他还离谱的公称说 这个大麻可以增加创作时的灵感 在交易时 更是大胆用自己的账户转账 完全不怕被抓 现在遭到检方起诉 警方埋伏看到翁姓男子坐在路边 立刻抓紧时机 把人给团团包围 男子还一脸茫然左看右看 完全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 直到警方拿出手上的搜索票 这才惊觉待机大聊 原来台中警方去年 侦办一起大麻毒品案 向上溯源发现 住在台北的翁姓男子 室友重嫌 继不查出身份 竟然曾是一名角力国手 体格壮硕的他 让警方不敢大意 集结优势警力 为不歹人 警方调查翁姓男子手机上 全是跟药角的交易对话记录 落网后声称大麻能够增加音乐 创作的灵感 自认刑事谨慎 并与人为善的他交易毒品 还直接使用自己名下的账户 转账 完全没在怕 警方查气 刚从大学毕业不久 平常任爱创作饶舌音乐 平常跟大学时期的学长学弟们 交流使用大麻的心得 警方除了在他的租屋处 查扣相关账策和吸食工具 与他交易过的苏西男子住处 也被搜出大麻1.83公克 检方症结后 认为两人犯罪事正明确 以违反毒品罪提起公诉 前脚立国手吸毒还卖毒 自毁前程 接下来您见面台中 差不多